原标题 巴基斯坦为何不能失去克什米尔 因为一旦失去 江氏王国之祸 中国古代一直遵循 祖宗之地 那是寸步不让 中华之土寸不能丢 用俄罗斯的话说 就是领土没有一寸是多 所以这也是很多国家 为了一点领土 打得不可开交的原因 而且甚至很多都是不毛之地 最典型的巴基斯坦 和印度的克什米尔之争 断断续续打了70年了 到现在还难解难分 而巴基斯坦即使国力不济 却还是对克什米尔誓死如归 即使国家打垮 也绝不放弃 很多人对此不理解 这到底是为何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巴基斯坦不能失去克什米尔 否则就是国将不国 王国之祸 克什米尔 全称全称查摩和克什米尔 位于南亚四大陆西北角 跟我国接壤 整个面积十七万多平方公里 人口一千六百多万 而从经济价值来看 克什米尔那是世界上最荒凉的地区之一 没有资源 没有矿产 而且到处是荒漠和高原 当地的百姓那是穷困潦倒 很多地区甚至到现在都是原始状态 而就为了这么个地方 南亚最大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 从1945年打到现在 整整干了70年 到现在都是剑拔弩张 随时举国相拼 对此尤其是巴基斯坦人 实力那是大大弱于印度 但是巴基斯坦却是举国完命的 要保住克什米尔 甚至直接前都克什米尔地区的伊斯兰保 来个天子守国门 而且为了克什米尔可以不惜代价 不惜损失 甚至赌上国运也在所不惜 很多人就不太理解了 为何会如此呢 荒凉的克什米尔到底有多么重要 以至于巴基斯坦绝对不能失去克什米尔呢 其实主要是三点 第一 北大门户 历史来看南亚大陆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大陆 北面和西面都是高山 直接雷出来一块巨大的平原地带 而这个就好比一个羊圈 而羊圈的钥匙就 在克什米尔 克什米尔位于东亚 南亚 中亚的交合位置 古代无论从哪个方向的敌人进入南亚 唯一的通道就是克什米尔 因此克什米尔就好比是打开南亚的钥匙 是巴基斯坦的北部门户 而且巴基斯坦国内大部分都是中亚人 尤其是阿富汗部族 所以一旦克什米尔失收 那么门户洞开 整个国家可能随时会面临崩溃 分崩离析的境地 所以 本来实力弱小的巴基斯坦 必须将克什米尔抓在手里 这是保障自己的关键 第二 制高点 南亚大陆大部分那是平原 低矮高原地带 但是克什米尔却是南亚大陆的制高点 这里海拔普遍在四千米以上 谁要是占据克什米尔 那么 就直接俯视南亚 将是一马平川 所以 这一点 对于巴基斯坦也是生死存亡的 因为一旦这个制高点被印度占据 那么 还不随时就能灭了国 所以 这对巴基斯坦来说 那是存亡的大事 第三 国家完整的关键 印巴分治 本来是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两个国家 那么 理应伊斯兰教都归巴基斯坦 但是印度却凭借强大的实力 先是直接独立了孟加拉 使得巴基斯坦损失惨重 而克什米尔一千六百万百姓 也都是穆斯林 一度再占据克什米尔 那么 无疑在肢解巴基斯坦上 又迈进了一步 一旦克什米尔在手 那么 直接巴基斯坦的旁者土人 战信德人 普什图人 比路之人 那还是非常容易 所以 巴基斯坦那是退无可退 退一步 那整个国家就完了 所以 即使赌上国运 也要不能失去克什米尔 这是生死存亡的大事 欢迎关注农夫史记 每天为您更新新鲜的历史资讯 不出门看天下事 参考文献 南亚史 克什米尔历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